第六百六十五集 这才是珍贵菜肴 每一份冷菜都是用数百年年份的灵药 作为原材料制成的 洛家这边开宴席高高兴兴 另外一边崔家确实彻底震怒 崔家大听 崔元一脸哀愁的扫视眼前的诸多高手 这一次崔家损失太大了 表面力量现在崔家已经比不上洛家了 家主 有长老已经从闭关之中出来了 一位道元静三层天的护法上前来说道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要唤醒诸多长老的程度了吗 对 崔元长叹一声心中言道 家族强者损失进半 不得不唤醒那几位了 这些长老都是投靠血灵族后 幸免于难的底尊静强者 要知道就是当初崔家少主被叶臣斩杀 面对灵一单尊的强势 崔家也随随便便不敢动用这个力量 但是现在 崔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若再不唤醒 必然是灭顶之灾 将他们唤醒 一定能扭转局面 崔家 崔家通过皇家也朝着血灵秘境中的六个血灵族人投成 原本按照名额分配 他们每年得交出去两名帝尊静的强者 攻击血灵族人屠杀 也是导致他们家族中帝尊静强者很少的情况 但是投靠血灵族后 就可以每间隔三百年 有一次豁免机会 能保存那百年培养出来的两名帝尊静强者不被击杀 崔家建立了九百年 在第三百的时候投靠了血灵族 所以保存下来了四位帝尊静的强者 且每一位帝尊静强者都达到了四层天的程度 如此修为在各大家族中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在丹须镇已经算是一等一的强者 为了避免被外界人知道崔家投靠血灵族 尤其是那些单尊 所以很多年前的崔家家族便让四位帝尊静强者 以闭关之名隐藏在家族之中 在有危难的时候出手 崔远长叹一生 当初自己儿子被杀 他都没有动过要这些隐藏帝尊静长老出手的想法 现如今不得不让他们出手了 家主 不好了 一位护法急急忙忙的冲了进来 崔远眸子一宁冷声道 什么事 那护法赶忙跪下 家主 洛家已经开始对我们的产业出手 崔远猛的一排桌子怒道 洛无涯 你以为有夜市天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他沉寂下来又道 夜市天 我要你死无全尸 就在崔远震怒之时 一股无可匹敌的气息在整个屋子震动 那四位崔家闭关的顶级强者问世了 崔远背后的一面墙壁更是直接破开 狂暴的气浪从里面冲了出来 滚滚尘土之中 四道身影若隐若现 你就是现任的家主 你叫什么名字 一行四人从门外走来 各个身上都流转着骨枝道运 斑驳的脸颊看不出是多少岁了 一身黑袍耸立 看着犹如九幽之中杀出来的幽灵 令不少道远镜强者毛骨悚然 四个老者一个背剑一个持枪 两个身后悬浮着一尊大顶气息恐怖 犹如魔王一般 他们便是崔家数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四位帝尊镜强者 都是帝尊镜四层天实力恐怖 参见各位长老 我是现任家主崔远 四位长老 如今我崔家危在旦夕 徐镜来了一个年轻的强者名为叶士天 数拳便打爆了一位崔家顶级强者 不光如此 我崔家的半数力量都被毁去 所以请四位长老出手一定要击毙这个杂碎 其中一位鹰沟比长老附件上前是四人的头领 名为崔命 他便问道 具体事情你细细说来与我们听 是 长老 崔远哪敢说不 一五一十的将今日之事说了出来 言罢 四位长老各自坐在椅子上 威严的目光领得周围崔家强者浑身不自在 感觉像是被四个幽灵定住一般 毛骨悚然 至于虚王静的修士们根本没资格进入他们的眼线 崔命长老听完沉思许久 目光扫过眼前的家主和几位长老问道 你说丹道大会即将举行 行天丹尊他们都在筹划之中 是的 崔远点头 等丹道大会后再击杀夜市天 崔明目光深沉言道 丹道大会是五大丹尊和五大家族共同举行的大会 大会之前一个月不能出现大规模帝尊敬强者决斗 若是我们现在一起杀入洛家 那零一丹尊和其余几位必然出手 到时候要么演变成五位丹尊的对战 要么就是行天丹尊出手 这些年来行天丹尊应该卡在帝尊境前期 但人脉极为广阔 我们不能得罪他 只有等丹道大会结束 行动告知诸位丹尊后再行出手 灭杀夜市天和他的四个手下 崔明不愧是老化石级别的枪者了 对于各大势力和各位丹尊了解的清清楚楚 尤其是眼前这种情况若像是夜市天那般 果断干脆的斩杀敌人 必然迎来各位丹尊出手 到时候可就不是简简单单覆灭夜市天 而是演变成大混战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了这口气 崔家一位护法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我们忍的不是夜市天 是灵一丹尊 崔明长老徐徐说道 还有三天便会举行丹道大会 届时丹道大会期间 你们迅速去布置阵法追踪夜市天 等到大会结束 我们直接出手 真杀这个杂碎 他表面是这么说 心中却暗中说道 不能在几位丹尊面前暴露我们的身份 几位丹尊都知道 六百年前我们已经死在血灵族枪者手中了 如今再出手 定然会被他们发现投靠了血灵族 届时可就不好处理了 所以等丹道大会结束 诸位丹尊都平静下来闭关 或者练丹时 他们四人在雷霆出手 迅速灭杀夜市天 再回来继续闭关隐藏身份 也好 我还不相信 这次无法诛杀夜市天那个杂碎 崔明平静下怒起来 继续说道 诛杀了夜市天这个杂碎后 倒是要寻找夜晨这个小杂碎 敢杀我儿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崔明却道 家主 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不会管的 我们只负责 主杀夜市天 崔远点点头 这是自然 即便四位长老不出手 我眼下准备的一些手段 也足以灭杀夜晨这个小杂碎 夜晨不过是个入圣境的小子 当初胆敢威胁我 我要学血灵族 将他扒皮抽筋 崔明等长老没有回应崔元的话 反而是说道 我们下去准备灭杀夜市天的阵法 担到大会 你们一如往常就可以了 谢四位长老 崔远亲自起身恭送 论年龄 这四位长老都是他祖宗辈儿了 亲自恭送也正常 崔家这边密谋 绝杀夜市天 但反应各不一样 丹须塔中 灵一丹尊遥望漫天星空 耀光点点 时不时流星划过夜空 也不知道那小子去哪里了 放心吧灵一 白武丹尊坐在一旁饮酒笑道 那小子可不简单 你放心 指不定这次丹到大会 他会回来呢 白武丹尊作为灵一丹尊千年的好友 时常会与灵一丹尊把酒言欢 丹须塔守门的两个人 依旧在守门 服用了些灵一丹尊的废丹 声势不禁好了 更往前进了一步 抵达道远镜五层天的程度 灵一丹尊长呼一口气 丹尘 丹尘 他是灵前辈的弟子 一定不会有事的 丹尊 外面洛家人有事来报 方老进来汇报 让他进来吧 灵一丹尊清明一口灵酒 遥望漫天星辰 拜见灵一丹尊 白武丹尊 来的是洛家大护法 实力极强 但对两位丹尊恭敬至极 不敢有丝毫放肆之处 灵一丹尊问道 你来丹须塔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白天出现了一位名为 夜市天的青年 我知道 灵一丹尊看向洛家大护法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一股上尉者的契机绽放开来 逐渐朝着大护法压迫过去 声音深邃道 如果说你只是来汇报这件事 那你就得承受我的怒火 丹尊其实想见就能见的 不 那位夜市天好像是夜臣的师兄 洛家大护法赶忙说道 弓身抱拳 头都不敢抬 今天我们洛家宴请夜市天 夜市天询问了丹道大会的事情 并且说师弟夜臣要来参加丹道大会 灵一丹尊猛地转过身来 一脸欣喜地看向洛家大护法问道 你确定此夜臣而非彼夜臣 不是同名之人 确定 洛家大护法徐徐说道 一夜市天的修为和战力 不应该会说谎 并且夜市天已经离开洛家 临走前留下了以前夜臣的信物 所以家主才派我来通知丹尊 在读什么